我不知道是什么 黑色的 黑色的是柔光箱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影响器 对 然后我今天晚上就把它组装开 组装好 然后之后有时间的话 想拍就拍了 可以慢慢的研究这个进屋摄影 第一视角 第一视角真是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架子了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先开灯吧 我买的是400瓦的山光灯 400瓦的 然后我本来想买这个 买这个外面的这个罩子呢 有各种罩什么 呃 知足以罩啊 还有什么标准罩啊 这些 但是好像当时 蒸上面就没有没有这些配件了 好像当时卖完了 缺货状态 然后就没买 本来还想买这个 神牛的A1既定闪光灯啊 然后也是因为缺货没买 要不是都一起买了 拿开泡沫箱里面就是这样子 也不用使用第一视角就展示了嘛 哇在这里面 对还有保险丝 还有保险丝 两个保险丝 然后还有 这是一个五米成 哎五米成的线吧 我记得好像是 这是一个保护罩 对就这样子 哇这个没灯吗 这有灯吗 灯了 不是应该是有一个造型灯的 哦 中年它是有个造型灯的 哦 我们做那个反正都是一套的 它都弄好的 我学校没灯吗 我靠 放一遍 然后把另外一个也也拆开 它两个肯定都一样了 放旁边吧 然后接下来把架子都凑装起来 箱子了 啊 架子了 里面什么都没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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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子 其实挺轻的我感觉 挺轻的 然后做工各方面还可以 把它展开吧 反正等一下都要把这些 日光箱什么的都全部都给架上 撑开最大的这个尺度就这么大啊 反正是挺稳的感觉 嗯 加灯箱什么的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倒的 哎 然后把这个也直接生起来啊 哇 还带弹簧子 这我买的时候我没去 我没仔细看 然后 现在 拆这个 啊 啊 干嘛找 我知道干嘛有这样 不知道叫啥 嗯 这个就是有光箱在那外面那层布了 好像就算是双层的 双层的布 然后这个就是箱子了 然后这是袋子 油肥的时候我就直接 如果说需要拆的话就可以 拆完了之后就可以装在里面啊 嗯 嗯 然后这个就是外面黑色的箱子 嗯 神牛 然后就是这样啊 我现在就把它组装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然后买这个灯枪 然后 它这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袋子 嗯 送银袋 然后 我还是第一次然后买这个灯枪 这还有一个嗯 这个小小环 然后要穿过去 就是 这个东西要穿过去 然后这个整体应该才能稳固 好了我现在已经 把这一个给装好了 真的是太费劲了 很紧很紧 嗯 然后 我现在 要把它给装到这个上面 嗯 先把这个 都给上 然后 然后我现在可以上这个 我去啊 好难装啊 可能是我装的语言不太对 我感觉 哇 找太难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总感觉 然后这边 下面插的有点不对 啊 看这里 我觉得这个这个东西应该是在这个缝里 它现在明显是偏偏离这个缝 然后这边也是 上面的是盐子盒缝的啊 钢火在这缝里面 所以说我在想这个 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应该插在这儿 然后这个插在这儿 嗯 我现在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拔下来 重新插一下 我觉得往下拔的过程真的太难了 现在拔了两分钟才没拔下来 继续吧 哇这个太难弄了 我感觉 这个吗 嗯 我不跟你上来了吗 很难搞 不是你不要在这上面搞 你把它拿起来 灯罩单独搞好了之后 直接上上 你这样搞不好搞 你把它拿上来 在地上搞 拿上来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搞好了 把这个罩子搞好了之后 直接怼上 再上 嗯 你这样这样不好搞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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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這一個蛋糕糕場了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灯包给装上 好 这个就算装好了 装好了咱家我先插个垫吧 通电一下 然后今天的这个开箱围绕的地方做完了 然后我再把剩下的给装了 就不用再录了 发生试一下 OK 我现在已经插床垫了 然后呢 现在就得通电 然后我试一下 哦 算了 这样来吧 打开 测试一下 诶 诶 诶 眉毛病啊 好了 今天的这个开箱呢 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 我会把剩下的然后继续给组装好 改天有时间了就来练习一下这个进屋的拍摄啊 最后也会给大家分享 好了 自己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呢可以点个关注啊 天天有东西的啊 朋友们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今天呢 我们去赶大吉 里村大吉 里村大吉呢是一个百年大吉 啊 来青老这两年多还没去过 今天去感受一下 看什么样的 这个寂寞也拿那边的圆地方了 就凌晨一大一大早就起来 嗯 我们的感激 下时候 马上现在打个车就过来了 现在 我们下来的大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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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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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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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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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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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枫叶也很好看 我觉得好独特 可以来一张 哇 风虚子还有落叶 嗯 找一个好的角度 异光拍出来应该很好看 这样比较好 这里刚好有一个清洁的阿姨正在扫地 可以来拍一下 机会放低一点我觉得 这样拍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靠近这个麻路牙刺利用到这个线条 我去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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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烘叶红得很好看 来一张 绝 美丽 漂亮 这个楼又进来了 再来一张 来一张 突然间看到这个银杏树上面有一个鸟窝 来一个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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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Fly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我曾经的咖啡日职业到底赚不赚钱 我从事咖啡行业应该有五年了吧 我最早最早接受咖啡是在上海 那个时候应该是2015年的3月对3月18号 如果说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我可能会更早的接受咖啡这个行业 最初到上海没多久的时候我就想找一个咖啡馆学习咖啡 然后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的家里 由于我爸妈呢见识比较浅薄 然后他们觉得咖啡听这个工作场景不太正经 所以就不同意让我从事咖啡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我也就听从爸妈的了然后做了别的工作 后来呢我对于咖啡这个职业还是耿耿于怀 大概过了两年之后呢我就默默地找了一家咖啡馆 就是2015年的3月17号 找了一下份工作3月18号去上班 从此开始了我的咖啡职业生涯 那刚入这一行呢没有工作经验嘛 然后工资也特别低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十七期薪资是两千八 再加上全金奖是两百就没有别的了 住的话老板是管住了 然后是粮食一厅 宿舍的环境还可以 吃的话餐补是十七期每天十块 然后就一个月就是两百六 没有就没有别的了 由于我我当时是咖啡小白每天都需要学习 看咖啡这方面的书记练习咖啡技术 经过我不断努力学习了 然后工作态度也比较好 也比较勤快 大概一个多月之后我就被转账了 然后底薪是加两百也就变成了三千了 然后餐补的话每天是提供到十五十五元 当然了学习咖啡这个路还是很长 不是说一个多月就能学好的 然后那个时候一个多月吧 只是初步对咖啡有一个了解 然后真正的需要学习还在后面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应该是至少三个月加一次薪资 也就是几薪加两百 直到大概有一年之后吧 我被升职到水吧主管 当然我每天的工作不只是只有咖啡 还有港式奶茶啊软饮啊等等 对还有鸡尾酒 鸡尾酒是后来加上去的项目 那个时候我们老板还中英 请了一个知华市中国区冠军 来给我们培训 培训的大概有十几十几节课吧 当然了老板没有收我们的钱 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签一个协议 就是自从培训之日要在那里 然后最少干完一年 最少干完一年不能说你培训了之后学习了 然后你就走人了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说我是老板我可能也会这么做 直到2017年7月底的时候 我记得我拿到手的工资是六千多一点 对这个只是薪资 然后还有其他的福利 老板会隔三差五的 会请我们去吃饭 然后还有唱歌 还有每年一次的集体旅游 住行呢都是老板全包 住五星酒店 当地的五星酒店 住冠机住冠机以上呢 每年有十三星 店长有十四星 干完一年有三天的代谢年假 两年有四天的代谢年假 一次立体 直到七天的代谢年假 也就是最过七天 但是老板对我个人还是特别好 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对了 还有就是每年过晚春节 还有开工工包200块 每个人每个员工都有 然而这么好的一期 直到2017年7月 在家人而止 由于我由于我的人生规划呢 我然后我就选择了辞职 离开了上海 后来又去了南京 待了两三个月 南京那边的咖啡师公司也不怎么样 也就三十千块钱吧 后来又到了苏州 苏州的咖啡师公司跟南京也差不多 咖啡氛围也远远不如上海 虽然说它离上海很近 在苏州的咖啡师公司呢 也没多久 也没做多长时间 后来就选择了创业 创业开店了一年 后来就来了青岛 青岛虽然是一个一山傍海 比较一遇浪漫的城市 但是青岛也是一个低薪资高消费的城市 咖啡氛围也是比较落后 具体的心思我就多说了 这边咖啡师专业度也比较差 有的甚至哪个话都打不好 都称自己为咖啡师 我还是觉得真的有点搞笑 好了 以上呢就是我 这些年的咖啡师职业经历感悟 你说赚不赚钱 我觉得咖啡师这个职业呢 在一线城市 心思待遇还是可以的 只要你努力 二线 及二线一下的城市都不太行 享受咖啡这一行的朋友们 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可以 长按点赞 关注转发 感谢你的支持